各位球迷朋友 今天下午穷中女猪将迎来上海生花女猪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叫穷户杯邀请赛 具体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3点45分 大家都知道穷中女猪这一次在女衣联赛当中表现神勇 一路过关斩将 尤其是12月15号对武汉体院女猪的一场比赛 在中场结束前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连班两球绝平对手 并且在点球大战中4比3淘汰了武汉体院女猪 一举冲甲成功 穷中女猪回到海南的时候 在机场受到了热情的观众球迷 以及海南省政府穷中县政府人员的家道欢迎 但是左教练陈婉婷始终保持着低调和冷静 回去以后立刻制定2022年度的球队的目标 许多人建议陈婉婷把2022年的目标定为球稳保甲 意思就是说让球队先稳定一下 能够保住甲击队的这个位置就行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好像不太符合陈婉婷的性格 陈婉婷提出了保六真是冲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知道女甲前四名都有可能冲超成功 保六真是冲二的这个目标 说实话的还是把招延碟落在冲超成功上 那么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正好是上海生花女竹 上海生花女竹在上一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取得了第六名的这样一个不错的成绩 今天下午穷州女竹跟上海生花女竹的比赛正是检验一下自己实力的一次机会 完全可以看作是穷州女竹的一次未雨绸缪提前练兵 你要有空的话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 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 关注他们的比赛 如果有时间也请观看他们的比赛过程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时间是今天下午的3点45分 你可以在今日头条抖音等等平台打开奔格内穷州 就可以看到比赛了 让我们一起为穷州女竹加油